哦,是皮卡 没错,可以做动画了 能让我跑起来吗 能让我躺着 诶,是吗 皮卡这款AI视频工具 大家还记得吗 在12月的时候 掀起过一次社交媒体热潮 皮卡宣传片里面的演示效果 看起来真的很酷炫 我也是被震惊到的其中一个人 毕竟这样不用掌握影视技术 就能生成动画的工具 真的很难不让人手养心动 现在皮卡1.0已经是对所有用户都开放了 而且完全免费 刚才开头的视频也是用皮卡来做的 这个视频我们就来逐步看看 如何从零上手使用皮卡 皮卡是一个AI视频生成工具 和之前更老牌的AI视频工具 Roneway比较相似 但其实在它大火之前就有了 只不过在2023年12月 推出皮卡1.0版本之前 它需要和Mini Journey一样 在Discord里面的皮卡频道中使用 所有的交互也都需要在Discord频道中进行 在Discord中使用皮卡的时候 很多视频中的镜头交互指令 例如让画面放大 向左移动,向右移动等等 都需要自己手动来输入这些指令 而在1.0版本推出之后 所有的这些指令都可以通过 网页端的配置来进行 会简单很多 我们现在想使用皮卡1.0 可以在这个网址 皮卡.art中通过Google账号 或者Discord账号登录 登录之后 我们来到皮卡的主界面 整个界面看上去很简洁 左上角有两个选项 Explore是皮卡社区中 创作者的作品 包括他们用到的提示词和制作参数 有部分作品我们也可以点击Retri 在这个视频给出的指令上面 再重新生成新的视频 MyLibrary则是我们自己创作的AI视频 这些作品的展现形式 都可以通过右侧的按钮 切换成缩略图或者列表形态 页面最底部则是AI视频创作的区域了 黑色的框 Describe your story 就是Prompt指令输入的区域 和ChairGPT Media Journal一样 我们都需要告诉AI 希望让它生成怎样的视频 指令旁边的这个新鲜按钮 就是点击发送指令的按钮 下方还有三个参数配置选项 分别是视频配置 镜头控制 参数 这些我们在后面会详细讲到 Pika能怎么帮我们创作呢 Pika支持三种类型的AI视频制作 文字生成视频 图像生成视频 视频生成视频 文字生成视频比较好理解 输入一段话 它可以根据我们的文字指令 生成一段视频 例如一只狗正躺在沙发上 它会按照我们的指令 生成一只时长三秒的视频 我们给Pika一个描述 让它生成一个视频 A dog is lying on the sofa 一只狗正躺在沙发上 把这句话放到输入框里 点击旁边这个新鲜按钮 Pika就会生成视频了 大概等到两到三分钟 视频就生成好了 点击右下角 可以全屏看这个视频效果 第二种呢 图片生成视频 则是可以将图片发给Pika 让他把这张图变得动起来 我们在社交媒体上 看到的很多AI预告视频 AI大片 其实用的都是这个方法 先用Mid Journey 打理生成图片 再用Pika Runway 这些工具生成视频 然后剪辑到一起 成为一部完整的影片 我用Mid Journey 生成了一张照片 是一个俯看视角的 城市夜景图 Pika会帮我 把这张图动起来 还有一张图 是一个女生 在若有所思的 看着什么东西 变成视频之后呢 不仅她的嘴型 会有微微的张动 后面的人呢 也在移动行走 可以点击 Image or Video 上传图片 或者呢 我们也可以找到 文件夹中的图片 直接拖到黑色的 这个创作框范围内 就行了 点击旁边的新鲜按钮 Pika就会自动 根据图片内容 生成视频 第三种啊 视频生成视频 这个呢 比较适合基于 原视频做一些修改 例如局部修改 背景修改 我这里啊 有一个用Pika生成的 红色跑车 在高速路上跑的视频 可以把这个视频背景 换成冬天 还可以边境视频局部 例如让这个 湖光山色的视频中 出现点 和图片上传一样啊 我们可以直接 上传一支已有的视频 区别在于呢 我们可以告诉Pika 让他给这个视频 换一个风格 例如上传一个 偏写实风格的 樱花小道视频 让Pika把它换成 宫崎骏的动画风格 也可以把一个 蓝色极光视频 变成粉色的极光视频 视频生成好了之后 如果你对这些 视频的效果不满意啊 点击视频 左下第一个按钮 retry重新生成 Pika就会根据 同样的文字描述 生成一个新的视频 不满意的话呢 你还可以再点retry 再重新生成 重新生成的新视频 并不会覆盖原视频 而是会有好几个缩略图 如果觉得 某只视频效果满意 点击视频右上角的 下载按钮 就可以把视频 下载到电脑里了 如果对于刚才 生成的好几个视频中 有不满意的 也不想留着 点击右上角的删除键 就可以删除这单个视频了 也可以点击edit 编辑视频 对视频进行局部编辑 或者尺寸修改 edit也就是之前 宣传片里 大家看到的 给视频中的形象 戴墨镜 换装 视频扩图功能了 也就是编辑视频 点击edit的选项 我们会回到视频创作区域 Pika把生成好的 视频素材指令 都自动填充到 视频创作区 这里有个小吐槽 我个人不太习惯 这个交互 因为页面底部 实在很容易让人忽略 如果这个编辑界面 可以更加显眼 会更加好 如果我们要对视频 进行修改 有两种修改方式 一种是Modify Region 也就是进行局部修改 一种是Expand Canvas 也就是修改画幅尺寸 我们先来看局部修改 点击局部修改后 会出现一个规则的四边形 我们可以拖拽鼠标 来画定一个想修改的局部区 例如我们想让小狗 戴上墨镜 把区域框定在 小狗眼睛的位置就行了 目前这个区域画定 只支持规则四边形 没有类似PS里面的 套索或者自由画边功能 签定好区域之后 我们在Prompt输入框 把原来的指令删除 直接修改为Sunglasses 也就是墨镜 点击发送 一样的视频背景 一样的小狗 但是这次小狗戴上了墨镜 同理 我用Modify Region的功能 对这个视频中增添几只飞鸟 第二种 Expand Canva 修改画幅尺寸 原视频如果是16比9的 可以修改成 9比16 1比1 5比2 4比5 4比3 等多种尺寸 这里在修改画幅尺寸的时候 可以保留原来的Prompt 或者也可以对需要拓展的画面 进行一些描述 例如可以指出 这个视频的背景 应该是在秋天或者冬天 这样当我们调整画幅 画幅拓展的背景 就会参考我们给到的Prompt Reprompt 重新编辑指令 重新编辑指令生成新视频 除了让Pika生成新的视频之外 如果我们对原来生成的效果不满意 想要调整指令 可以使用Reprompt功能 点击Reprompt Pika会把刚才这支视频的Prompt指令 自动复制到对话框按钮里 我们可以增加或者修改Prompt中的关键词 例如刚才的视频中 我没有限定狗狗的品种视频的风格 我可以修改Prompt 让视频更加贴近我的需求 我把Prompt修改为 A golden retriever is lying on the green sofa Pixel style 编辑发送 这时它就是一个完整的视频了 而不会在原视频中出现 因为指令的用词和之前完全不一样 也就是说 Reprompt其实是帮我们提供了 快速重新编辑指令的选项 如果内容修改到我们已经觉得很满意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延长视频时间 延长视频时间 Add full seconds 是指基于这个视频再拓展4秒 Pika生成的视频 默认都是3秒的 如果你觉得目前效果不错 但是画面时间太短了 也可以延长4秒 另外也可以提升高清画质 Upscale Upscale可以简单理解为提升画质 只要一点击Upscale 就会基于原视频提升画质 当然文件大小也都会改变 没提升画质之前 我下载下载的视频都只有几百K 提升了画质之后 视频大小就有几兆了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点击Upscale之后 我们就没办法再去编辑视频了 在视频界面中 还有些按钮 例如转发键 可以一键把这个视频分享到XFacebook 或者可以以链接的形式发送给别人 视频的Prompt指令 也可以点击这个复制按钮 快速复制 还有一个比较有用的按钮 这个小的i-info按钮 点击info按钮 会展示这个视频所用到的参数细节 比如在Explore界面 也就是社区成员分享的视频里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info 看到别人的作品 都是如何配置视频参数细节 我们回到视频创作区域 首先一个小技巧 创作视频的时候 在Prompt里面 我们可以告诉皮卡 你想要的视频风格 例如皮克斯动画风格 宫崎骏动画风格 电影视频风格等 同样依据Prompt生成的视频 在Prompt前 加上cinematic shot 电影拍摄 画质效果会更加好 以上都是一些视频的基础配置 但如果你对视频镜头语言熟悉 知道如何表达视频画面 可以在生成视频和修改视频的时候 增加一些视频参数配置 我们逐步来看 这些参数分别代表了什么意思 我们需要怎么配置 Video option视频配置 Aspect Ratio也就是画幅了 我们常用的魂屏是16比9 竖屏是9比16 它也就是1比1 5比2 4比5 4比3 这些尺寸 Frames Per Second 帧数也就是一秒里面看到几张图片 默认的是24 这个配置 其实我们手机相机里也都有 以iPhone为例 支持每秒24帧到60帧 帧数越高 画面也就会越流畅 帧数越低 画面效果就会有点卡顿 有点类似王家卫电影中抽针的感觉 我们看这两个视频 我的Prompt都是一样的 伦敦的烟花 但是对帧数进行了调整 如果帧数是8 烟花的效果明显有卡顿 而帧数是24的时候 烟花的效果就会流畅很多 在高速上行驶的汽车 帧数24和帧数8 对比也有一定的差异 如果你想追求低帧数 可以在这里进行调整 Motion Control 动态控制 Camera Control 也就是相机运动的角度 因为是视频 所以它是360度动态的 我们可以进行左右移动 上下移动 逆时针旋转 顺时针旋转 放大和缩小 可以单独只选一个 也可以让一个视频 同时有多个镜头运动角度切换 把这张夜景图片发送给Pica 在Camera Control中 我选择让它逆时针向右向上 并且逐渐拉近画面 也可以进行完全相反的 镜头运动角度设置 顺时针向左向下 并且逐渐拉远画面 在动态控制中 还可以设置动态强度 我试着是要把刚才的视频 从默认的强度1调到强度4 感觉不如保持在默认的强度1 参数控制 Negative Prompt 负面关键词 这个也就是你不希望 视频画面中出现的东西 默认的有例如 Ugly 丑 不好看 Terrible 但是也可以根据我们身上的视频 进行调整 例如我在做这个红色跑车视频的时候 发现饱和度过高 还有金属反光 我就在后面的视频生成中 添加了 Oversaturated Metal Reflected Light 这三个关键词 再生成出来的效果就会好很多 C的参考值 如果我们希望视频风格 或者主体有一致性 需要使用这个参考值 例如刚才的红色跑车视频 我已经调整的差不多了 但是原来视频帧数是8帧 我希望重新调整到24帧 点击edit是没法直接修改视频的 所以我们只能重新生成一支视频 点击reprompt 所有刚才这支视频的信息 都会被复制过来 我们在帧数这里调整成24 再找到刚才这支视频的i信息按钮 复制c的值 把复制好的c的值填入参数调整这里 这也就是告诉皮卡 让他参考这个视频画面 来生成一支新的视频 consistent with text 与文字的一致度 这个配置字面意思呢 就是视频与文字内容的一致度 默认的是12 在社区创作者分享的视频中 也大多是12 我也试过调整到25的 效果反而更加夸张不真实 调整到5呢 有时候反而会有出其不意好的效果 一般情况下可以保持默认 到这里啊 皮卡的操作部分就讲解完了 分享一些我在皮卡discord频道 看到的社区成员 也是皮卡资深玩家 给出的建议和技巧 首先图片生成视频的时候 图片是不是越大 视频就越高清呢 并不是上传的图片越大 产出的视频就越高清啊 更加重要的是上传图片的 清晰度和细节度 第二个 是不是可以直接像 Mini Journey Stable Diffusion一样 通过ChatGPG生成画面描述 然后直接扔给皮卡 皮卡对于文本和语言的理解 和那些AI绘画工具 并不完全一样 就像我在社区成员中 看到的分享一样 其实很多文字生成视频 用的都是很简单的短语和句子 而且呢皮卡每次retry 都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更加重要的是 我们去不断的调整 找到一个prompt输入指令 和皮卡输出效果的平衡点 最后啊 AI生成视频 是不是可以只告诉AI 一个影片概念 它又可以帮我们 做出各类AI大片 变得是啊 不管是皮卡还是runway 它现在其实只能 生成片段的视频画面 三秒四秒 即使拓展到八秒 视频画面和画面之间的 衔接 故事线怎么串 配乐要怎么弄 要不要旁白 这些啊都得你自己来思考 当然把这部分 直接丢给拆GPT也可以 或者用剪映的 智能成片也行 但是现阶段 想要制作出画面精美 有人物 有故事线的影片 很多剪辑和脚本啊 还是得自己来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皮卡runway 这类AI视频工具 让我们这些 不是专门从事 电影电视制作行业的人 离自己制作影视列短片 又进了一大步 但是呢 想要制作出 令人惊叹的好的作品 还是需要对故事线 有把控 对镜头语言有想法 OK 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觉得 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还请不要忘了 点赞 分享 订阅 转发给更多人 我是Day 一个用AI和自动化 解决问题的数字营销人 谢谢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